你都不知道 你女生人的生活来 也有很多人在那儿 在台 都好像是人贵贵贵 人间条件七 刻画1970年 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 女工们13岁就离开家 学着自己长大 17 18岁就要面对 属于大人的困难 身兼编剧与导演的吴念珍 将同学真实故事 写进聚集里 让观众看到 那个年代属于台湾女性的 强韧生命力 在我的年纪 民国53年的毕业 小学毕业那一年 我们学校有四个班 要考中学的只有一个班 所以其他上班 都是要准备马上去上班的 去上课 多年之后我们江峰 过年的时候 我在当兵跟那些女生聊天 他们都已经二十岁 二十几岁了 已经在外面工作 差不多将近十年了 他们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讲过一句话 太早做大人 十三岁离开家才大人 然后可能在十七岁 十七八岁的时候 就要面对属于大人的困难 我记得 我那时候回去 听完故事回去当兵的时候 晚上做梦 梦到自己跟那些同学在聊天 那想到的故事更悲惨 我要跟他们讲说 我要写一篇小说 叫北斗七星 然后哭到外面的卫兵 敲我的床子把我叫醒 当然就回顾那段岁月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到 属于台湾人 属于台湾女性 那种非常强韧的生命力 其实这也是 我们回顾 我们身边所有人的时候 就是台湾最有力量的来源 日前因为疫情不明 绿光剧团忍痛取消八月底的演出 满座票房将近一万两千名观众 满怀失落 因此剧团在疫情稳定之际 再度回归 在防疫规范上 邀请民众进场看戏 我很期待 我跟大家一样 非常非常期待 接近事情的发生 我们也知道 再一次的 会在这个戏里面 看到我们如何去面对 有些控制不住的苦难 或是控制不住的条件之下 我们如何再往前走的 那股力量跟那根勇气吧 人间条件七 透过多边的场景转换 独特美感设计 带出时代的文化生活 且由陈竹生 林美秀等同台标系 来势汹汹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